天菜武漢,快樂聯播王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快樂聯播王 各位聽眾朋友,我是吳京華哥 我們剛剛講到南傳東去,講到荷蘭的歷史 我講的是,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王朝 查理五世,開始迫害這個新教徒 新教徒的人才,就集中到阿姆斯特丹,集中到荷蘭去 因為荷蘭,是一個對宗教文化採取寬容的國家 所有人才都照對荷蘭去,照對阿姆斯特丹去 結果,當然在造型哈布斯堡王朝很大的壓力 你知道哈布斯堡王朝是什麼嗎? 哈布斯堡王朝是西班牙跟葡萄牙 哈布斯堡王朝是通分的 然後他們和維也納的奧地利也是通分的 所以變成維也納奧地利的這個王朝 波帕王朝裡面的一部分的親戚 也是和哈布斯堡王朝互相通分 它形成一個這麼大的連帶 用政治通分的結果,形成這麼大的力量 那麼荷蘭是一個小小的國家,還沒有建 不是國家,還沒有建國 結果呢,結果呢,現在他坦赴這個新教徒 人才通通進來了 當然他接著災難就來,為什麼 因為他是受西班牙統治的 荷蘭是西班牙的一部分 所以當然的統治的王朝,西班牙國王就下命你給荷蘭十幾個省 你把他新教徒都給他搞出來 你如果沒搞出來,我就派兵衣去打你 這荷蘭就不可以了,當然不可以了 第二的呢,西班牙更過分了 加倍地抽你荷蘭你的稅 好,你現在人才到家,你現在變好家 好,我趕快把你挑水,挑得更重 我跟你講,這條路喔,人類走過的路和新年香港都是重度的啦 所以為什麼說歷史很重要就在這裡 西方的這些偉大歷史結家 他就講,每一部歷史都是當代史 就是說啊,勝利的成功的歷史不一定會照這樣走 但是失敗的歷史一定是照這樣走 香港終貴的地方就是人才嘛 要不然香港連住房子都沒得住啊 大家擠得要命啊 香港沒有一塊田地可以耕種啊 香港有什麼物產 除了海上抓一點魚以外,還有什麼物產 沒有啊 那麼香港的東西是什麼 香港的財產是人才啊 人才還有這些金融業的大的這些 還有高技術的人在這裡啊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世界東方的明珠啊 人才是一個基本點啊 但來那個專制政權要把這些人才所有的腦袋掐死 沒有自由思想怎麼會有發達的金融業、教育業和思想業 出版業 當然不可能嘛 所以當初阿姆斯特丹的遭遇和今天的香港一樣啊 阿姆斯特丹所遭遇的是一個十股不化 軍隊強大 然後呢自以為是帝國 世界中心的西班牙帝國 我派個兵就把你消滅了 你跟沒有人才給我交出來 你沒有要交出來 我就跟你抽水抽一半 抽一杯人 架重抽稅 本來因為這個尼德蘭的人 本身就很堵人啊 你說我是你們的西班牙的統治也就罷了 我們抽的稅比西班牙人多一倍的稅 我們在你西班牙的議會 一席議員都沒有 我們議員連講話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沒有議員可以進去 現在你叫我們一放棄 連信上帝的自由你都壓迫我們 那荷蘭有怎麼選擇 荷蘭沒有選擇 只有選擇一條路 這條路叫做 和你幹啊 沒要怎麼 荷蘭就和他 站起來 打起來 東西呢 荷蘭有三個親王 非常有名的親王 你要知道 他是西班牙封的 西班牙統治的地方 所以荷蘭沒有國王 他還不算一個國家 但是他有十幾省 其實省裡面有幾個伯爵 有三個伯爵起來 反抗 這個西班牙 帶領了人民 和西班牙軍在作戰 有兩 這三個伯爵都頂頂大名 一個叫做威廉親王 一個叫做愛格蒙伯爵 一個叫和恩伯爵 好威廉親王將來就是荷蘭的國父 有一個人你聽了 好像很熟啊 叫做愛格蒙 愛格蒙伯爵 你為什麼覺得很熟 如果你是玩音樂的 你就知道貝多芬有一首很有名的名曲 就是愛格蒙序曲 貝多芬就是拿愛格蒙這個偉大的伯爵 在荷蘭獨立運動作戰戰時的伯爵 瀟灑 文章寫得好 又喜歡音樂 又驍勇善戰 人又長個帥 的年輕伯爵叫做愛格蒙 他為了荷蘭的獨立西班牙軍隊打來的時候 威廉伯爵叫他勸他 趕快撤退 我們的軍隊和 西班牙的軍隊在武力上不成比例 我們怎麼打得贏 但是愛格蒙不退就是不退 他就帶著軍隊在第一線和西班牙作戰 結果戰敗被抓 抓了以後被斬首施眾 當然貝多芬是經過兩三百年後再出現的人 但是他對這段歷史的悲狀 非常的感動 尤其看到愛格蒙的畫像 這麼帥的一個人 這麼優雅的一個人 對抗西班牙的王朝的大軍 不成比例的大軍 結果寧願戰時也不屈活 所以貝多芬被他感動之餘 就寫了愛格蒙序曲 他的作戰被忘記了 但是貝多芬這首曲子讓大家記起來 但是記起來有現在很多人在欣賞愛格蒙序曲 不知道愛格蒙序曲是公煞 他不知道那個是人民 還以為是地名還是什麼樣的德文 沒有他就是紀念 偉大的愛格蒙伯爵而寫的 那麼這場戰爭當然促使得 這個西班牙和荷蘭人完全的對立起來 西班牙人本來以為 很簡單就可以把它消滅掉 沒有想到那個威廉伯爵 威廉親王 退到沼澤區裡面 重新組織了游擊隊 在沼澤區裡面和西班牙的軍隊 捉迷藏奮奮到底 結果打贏了一個最重要的戰爭 叫做阿克馬保衛戰 阿克馬保衛戰 這場戰爭阿 竟然是荷蘭的少數軍隊的游擊隊 拼裝軍阿 竟然把當時的歐洲最強的軍隊 西班牙的騎兵隊整個殲滅掉 震撼了整個歐洲 你聽到這裡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一個伯爵帶領一群農民 帶領一群游擊隊 擊潰了政治 正貴軍 河南西班牙的正貴軍 你想到什麼 你沒有想到美國獨立戰爭 美國獨立戰爭的時候 整個英國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隊 美國是北美十三州 法聖頓原來是英國的軍隊 這個上校 法聖頓原來是大統派 他不是獨派 你知道嗎 法聖頓是主張北美十三州 不要和英國打仗的 因為他是英國軍官 但是當法聖頓 聽到說英國人派的軍隊 在波士頓登陸 而且在別的地方登陸 殺了很多美國人 法聖頓一生氣 一聽到這句話呢 抱著北美十三州的州旗 第一個走出去 把這個國旗 拉上這個旗桿 北美十三州的旗桿 把英國旗降下來 從現在開始 亞美利加十三州獨立 歷史是這樣開始的 那麼法聖頓開始和英國作戰的時候 他的正貴軍很少 所以美國人當時到今天為止 都還擁有這個買步槍的權利 他們說有歷史的原因 就是這樣來的 每一個殖民者自己有他的槍啊 那麼就拿著槍就組織了遊擊隊 當時北美十三州有一些地方 就是像今天荷蘭一樣的沼澤地 所以他在沼澤地裡面 埋伏在森林裡面 和英國軍隊做了一場 逐漸逐漸的把英國的正負軍給打垮 荷蘭也是如此 但是荷蘭歷經了更辛苦的過程 西班牙大的帝國也都是非常狡猾 他眼看著第一場戰爭打輸了 但是他發現荷蘭有了致命的缺點 什麼缺點 雖然他包容很有包容力 天主教、舊教和新教都可以包容 但是荷蘭的南部是天主教的地區 荷蘭的北部七神是新教徒 所以西班牙就利用挑剝禮間 使得荷蘭的南部的幾神 宣布離開荷蘭 這幾個地區就退出了荷蘭的聯邦 那麼這一來荷蘭就變得四擔綠寶 更加四擔綠寶 但是北部七神 結果團結起來 當時有一個律師叫做澳東巴納維 我們就稱它為巴納維 一個律師竟然登高於呼 率領軍隊 然後成立了北部七神聯盟 這北部七神聯盟從那天開始 荷蘭擁有了第一支的獨立軍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和威廉親王 兩個人共同宣布了一個叫做 荷蘭北部七神視覺法案宣言 你知道這個宣言 完全影響了後來美國獨立戰爭的獨立宣言 因為獨立宣言就是抄它的 所以荷蘭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偉大的國家 它講的宣言裡面幾個重點 它說呢 眾所周知 國王是上帝所設立的一國之主 是為了管理民眾 保護民眾 避免受壓迫和暴力侵犯而存在 就像牧羊人造料他的羊群一樣 但是上帝造人 並不是讓人民成為國王的奴隸 不顧對錯的去盲從他的命令 而是要讓國王為了人民 以公正平等和愛心去治理他們 像慈父一般照顧兒童 像牧者一樣照顧羊群 甚至不惜為他捨命 你看這個宣言 就是緊緊的抓住了 基督聖經裡面的精神 而這個變形到後來 就是美國的獨立宣言 這個就轉化成叫做 我們將建立一個民有民智民想的國家 坑羊有力 但是這坑羊有力的美國獨立宣言 不是從地上冒出來 是從荷蘭人那邊吵過去的 接著宣言裡面在講說 當國王不但不這樣去做 反而壓制破壞民眾 破壞他們古老的習俗 侵犯他們固有的權利 強迫人民對他們悲屈順從的時候 他就已經不是國王 各省不僅應該拒絕承認他的權威 還要以合法的手段 另外選擇他人來做國王 我們應該把這個天然的法則 傳遞給我們的後代和後代的後代 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此不惜 坑羊有力的荷蘭北部七省的獨立宣言 他們叫做視覺法案 視覺發誓和你決裂的法案 從此又荷蘭進入了八十年戰爭 也就是荷蘭從宣布這個生命以後 荷蘭成立了一個新國家 叫做尼德蘭七省共和國 尼德蘭七省共和國宣布獨立 但是宣布獨立西班牙會放過你嗎 西班牙沒有放過你 西班牙當然不停地派兵來打你 荷蘭竟然和一個龐大的帝國 前後打了八十年 荷蘭才獲得獨立 這麼小的國家和這麼大的王朝 竟然有能力打了八十年 最重大的原因在哪裡 很多人想不通 他想得通的就是因為 西班牙的敵人 英國在後面偷偷幫忙他 北歐的瑞典 這些丹麥的地方 也有人幫忙他 所以我在想 台灣很多天真的老台主 頭髮掉了 在世界歷史上哪一個國家的獨立 沒有經過別人的支持 別的國家支持你 你怎麼搞得成啊 美國獨立戰爭如果沒有法國大量的錢投進去 武器投進去 美國獨立戰爭會打贏嗎 當時英國是這樣搶 荷蘭這邊如果沒有後面的英國 還有北歐的人當他的傭兵 他能夠獨立嗎 荷蘭還比別的國家更聰明 打戰要錢 所以呢 荷蘭人 把船這些航海家有錢人 愛國商人 全部出國去賺錢 出國去賺錢去哪裡 把軍艦探險隊派出去 河船東去 來到亞洲的香料群島 來到爪哇 來到馬來西亞 來到印度 來到摩洛加群島 把歐洲最值錢的胡椒 冰香 咖哩這些香料 一船一船的運回歐洲去 讓他大賺錢 而賺的這個錢 支持獨立運動 這個就是今天 荷蘭最動人的故事 也是這本書 最精彩的精華 荷蘭你沒有讓大家想到台灣嗎 台灣今天的處境 你沒有讓你想到說 我們有一個地方的人才 即將會被監禁 但是呢 他們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找到他們的 加南地新天地 就是香港 今天台灣 除了聲援它的人權以外 現在台灣 當領袖 當首領的 當總統的 應該進入到實際的運作 制定一些政策 把香港最優秀的人才 通通引進到台灣來 讓台灣加倍三倍的成長 像荷蘭一樣 謝謝你收到 明天講解時間 再見